根据中国最新的官方数据显示 中国境内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达到4185宗 新增的死亡病例是97宗 至于全球累计的死亡病例则攀升到910人 累计全域出院人数3466人 在中国境外因为停靠在日本横滨的钻石公主号邮轮 爆发纯具感染 导致数字已经飙升到156人确诊 新加坡则是一共43宗 那总之来到今天下午 全球目前的确诊病例已经突破了4万大关 在源自武汉的新冠肺炎疫情不见好转的情况下 中国当局担忧从今天开始的外地民工返程开工潮 可能会引发新一波的疫情传播 因此中国方面宣布首都北京实施小区封闭式管理 所有车辆跟人员都不能随意进出 而所有抵达北京的人都必须登记个人资料 报告健康状况 简单来说也就是进入半封城状态 几个小时之后 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也迅速的跟随北京的脚步 加入半封城行业 换句话说 加上早前已经实施封城的天津还有重庆 中国的四大直辖市已经全部封城戒备 无意信念 空荡荡的街头 零零散散的行人 中国北京的街头显得格外冷清 受到新冠疫情持续发酵的影响 星期天的北京街道 走在北京市进一步严格进行小区封闭管理之前 就已经不复往常的繁华热闹 当地民众都减少出门活动 避免在人群聚集的场合受到感染 随着北京市政府今天实施社区封闭式管理 宣告这个中国政治中心正式进入半封城状态 所有外来的车辆和人员都不能够随意进出 那刚刚大家也看到了 中国境外的感染人数也不断攀升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 今天就在推特上表示 他们的确留意到有确诊病例患者 没有到访过中国也受感染 这显示病毒可能会在其他国家出现广泛的人传人线上 谭德赛也认为目前已经知道的疫情发展 有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各国加强应对措施 为可能爆发的疫情加紧防疫准备 另外来自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抗疫专家 中南山也在网站上发表了他跟团队对新冠肺炎的 这个病毒感染的研究论文 他发现了这个新冠肺炎病毒在人体的潜伏期可长达24天 那这是不是代表目前的14天的隔离期限需要延长呢 那研究团队认为有关发现并不是普遍现象 目前呢还算是单一个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